1912年2月12日,即宣统三年12月25日,距离中国传统农历新年只有五天。不过,对于统治中国,已有276年的秦王朝来说,已经不会再有近在咫尺的宣统四年了。 1911年10月11日,武昌起义爆发,曾是立宪派的湖北资议局议长汤化龙立即通电各省,表达了支持革命的态度,认为新政已是违新绝望。 大陆江陈,他还与黎元洪一起致电司政院和各省自一局,表达了他们对于革命派的理解,清廷为服民意,尽限不语,人民奋机,不得已起而革命,仅仅短短两个月内,就已经有湖南、广东等15个省,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。 换句话说,此时此刻的清政府,所能统治的国土已经缩水一半,这出息已经唱不下去。 1912年1月1日,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,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 至此,所有人都明白的是,该换演员了。 这一天清晨,前清宫中集集一堂,分别是外务大臣胡维德,民政大臣赵炳君,杜之大臣邵英,陆军大臣王世珍,海军大臣唐学衡,学部大臣唐景崇,司法大臣沈家本,游传大臣梁士仪,工农商大臣西燕,礼番大臣大寿。 其中,外务大臣胡维德灭向宝座,其他人则分裂两行。 然而,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上朝,他们今天来,只有一个目的,等龙玉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颁布清室训位诏书。 等了一会儿之后,龙玉和溥仪出来了,按照冠吏师等二人声作,众大臣下跪磕头,给皇帝和太后分别请安,然后再平身。 不过,这一次不同于以往,皇权即将轰然倒地,清帝在位时间,已经是用分钟来计算。 所以,胡维德等众大臣,只是一气三鞠躬,以示尊敬。 礼弊之后,胡维德作为代表说道,因为总理袁世凯身体欠安,未能亲自前来见驾。 所以,委托我带领各国务大臣,来给太后和皇上请安。 这是客套话,龙玉当然知道,袁世凯再也不会来了。 一个月前,袁世凯从紫禁城回家的路上,被革命党刺杀,夺过一劫的袁世凯,此后借口养伤,再也不上招了。 闲话多说无意,今天胡维德带领大臣们前来的唯一目的,不是请安,而是请亲帝训位。 龙玉当然知道,不过哪怕羡慕,该说的话也还是要说的。 于是,龙玉对胡维德说,袁世凯身受皇恩,局面能够孕妇到今天,确实为国家,为皇帝出了很多力气。 如今议和能够使南方政府满意,确保皇室得到优待,颇为不义。 我和皇上为了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顿,国家早一天恢复和平统一,所以今天按照议和的条件,交出国家大权,由袁世凯来办共和政府。 你回去请袁世凯早点出来,恢复安宁吧。 说完,龙玉站起身,把早已你好的训位诏书,亲手交给胡维德,诏书上面写着,奉旨振心奉龙玉皇太后一旨。 前因民军启示,各省相应,酒下沸腾,生灵涂炭,特命袁世凯显元,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,一开国会,公爵政体。 两月以来,尚无确当办法,南北奎阁,彼此相识,商绰无图,失路无也,图以国体一日不绝,故民生一日不安。 今全国人民心理,多倾向共和,南中各省即倡议乌前,北方诸江亦主张乌后,人心所向,天命可知,于义和人因一性之尊荣,服赵民之好物。 适用外观大事,内审于晴,特帅皇帝,将统治权公诸全国,定为共和力建国体,尽为海内燕乱旺志之心,远邪古圣天下为公之义。 袁世凯前京司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,当资新旧代谢之际,已有南北统一之方,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,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,总期人民安睹,还与义安,仍和满,汉,蒙,回,藏武族完全领土,唯一大中华民国,与与皇帝得以退处欢险,悠游岁月,掌受国民之忧礼,亲见治治之告成, 气不易于,亲死。递交完诏书,龙玉又对胡维德说,你把我说的意思也告诉他吧。 胡维德连忙走到龙玉太后跟前,鞠躬之后,双手接过诏书,说,现在大局如此,太后瑞宁渐远,顾全皇室,天下苍生,原是凯和众大臣,百姓哪能不知,绝不会辜负太后此重善意。 如今优待条件已经确定,今后五族共和,天下太平。 静其太后保重,太后放心。 龙玉听完之后,面容惨淡,想到祖宗江山得来不易,如今在自己手中亲手葬送,忍不住悲从中来, 于三年终身居宫中,不遇外事,一般心贵,无疑是不卖,无疑却不卖,卖来卖去,以致卖却祖宗江山。 说完这句话后,龙玉放声大哭起来,伤心地对大臣们说,亲贵至今日,不出一谋,事后却说现成话,甚至纷纷躲避。 只知性命财产,致我寡妇孤儿于补骨。 集朝臣亦纷纷告退。 清等独自在此勉励为耻,与甚愧对清等。 说完之后,龙玉带着小皇帝退朝了,从此,再也无朝可上。 胡维德等大臣沉默地看着他们离去,看着一个王朝的背叶转身。 随即,胡维德等人带着诏书直奔时大人胡同外交大楼,借口身体欠安的袁世凯,早已在那里等待。 袁世凯双手接过诏书,也一并接过来大清王权,很快,另一出民国的大戏即将上演。 这一天,除了训备诏书,龙玉太后还颁布了另外两个诏书,一是公布优待条件诏,二是劝狱臣民诏。 前者是将民国优待条件公布于众,防止日后后悔。 后者则是向那些仍然忠于清朝的臣民宣布,大清over了。 其实,在徐世昌、纳同、邵英、荣庆等大臣,当天所记的日记中,并没有如何渲染。 他们都只是简略地记下了这个事实,平静地出奇,似乎波澜不惊。 倒是在孤鸿鸣这样的自命遗老身上,反映出奇的激烈,孤鸿鸣当天正在上海沈增值的家里参加演会。 孤鸿鸣后来回忆到,当从晚间快报上,得知退位赵书已经发表的消息后,所有人一起写例,随即向北边跪下,一面哭泣,一面叩头。 深夜,孤鸿鸣离开时,对沈增值说,在那临头了,我们怎么办?沈用双手抱住他,流着眼泪,用一种他永远也不会忘怀的声音对他说,是受国恩,死生医治。